今天玩的是任務進化煞 原本的任務煞我就覺得很厲害 最近回歸了一張叫進化 配合沙木野兔 我們可以進行一個 天狐combo 3加1有時候還可以幸運幣301 但我覺得原本的進化煞 靠賽成分比較高 但這個任務煞配合進化煞的話 就玩得比較得心一手 比較好操作 你前期也可以沒湊到那個天狐combo 就照著原本的任務煞 也是不錯的 但也不是說 之前的進化煞就不好 他的 如果靠賽成分 讓你賽到 那你勝率就非常高 然後你爆發也很高 因為你有帶嗜血素 但這個任務煞就是不會帶嗜血素 所以我們就只是打個場面 然後一直拿資源 我還是比較喜歡玩資源偏多的套牌 前期一樣 我們加點解一下戰吼的任務 因為我們可以Double戰吼 那我們這沙木野兔也可以多叫兩隻 配合進化的話 也是多變成兩張 是非的怪 所以你們就會慢慢發現到 這些露術套牌越來越少 因為如果你遇到那種 進化煞或者任務進化煞 露術根本打不贏啊 而且還可以抗快的 蘑菇血肉的塑形者 這張真的超OP 他可以配合 沙木野兔進化那一波的時候 一起丟下去 直接變成發費生物 所以我現在還蠻喜歡玩這一副套牌的 那這裡 Cocoruzze我不小心加錯隻 給到這三一沒辦法優勢交換 但我還是得換 原來在玩進化煞的時候 智商會退化 這就是 聰明人的思維 有捨才有德 其實講這道理 就只是掩蓋我的失誤 這樣子看起來我的失誤就會不見了 發現好像不是這樣 我們根本沒有失誤 如果我們那一下去撞的話 我們是直接被軍器換掉的 沒辦法讓他去投去撞我們這個怪 所以 我們根本是先知啊 其實我都知道 我只是下意識去做出這個動作 代表我就是 如實天才 我們進化進化到這個 三一獅子 非常厲害 他可以幫我們抽出 沙漠野兔 還有可撥鼠 一個音樂家 摸到樂器 他就會瞬間活過來 人生直接變彩色 獨石選手也不意外 摸到牌桌 好像也不會變成鬼 也不會很厲害 但你要先吃屎 剛剛因為我們就吃了一坨的關係 所以我們才會進化到這個獅子 有的獅子 我們就可以拿到這個褲子 那我們就可以打出這個 進化的COMBO 而且我們又可以把兩隻 七倍的衝刺手下 一起打下去 蘑菇血弱 塑星者 這邊發現一個進化 我想應該是用不到 因為我們手中已經有一個 也不用去 刻意的 BM他 用說我拿到 我是用這個法術幫助拿到 不必 因為我們自己 造出來的手下 就非常厲害 有衝刺 又可以封目 又可以吸血 哇 還有一張炎魔 有多少能力 做多少次 可見得我們能力指數非常高 但只限於如實戰績 但現實中的我就沒這麼好過了 公園擺攤 車戰討飯 這就是我平常日常生活會做的事情 我能在這邊跟大家講解如實已經是非常厲害了 我已經分出我的人格兩個 羊羊和紐紐 最近都發現我 任務star都會抽到結任務的探險者 平常我們都抽不到這些 這麼順的 現在抽到反而讓我覺得怕怕了 其實遊戲是有靈魂的 你有時候太順的時候 他就在暗示你手 像我朋友最近推薦我玩的 壁狼航線 然後他最近在刷副本的時候 抽到了 赤城和迦赫 他非常怕 因為這兩隻角色 非常難抽 他直接刻兩單 說 拜託明天車子不要撞我 拜託明天車子不要撞我 雖然他這兩單刻下去 可能就要跟我一起追攻 但生命安全重要 所以還是刻下去了 所以我在抽卡包的時候 沒抽到傳說的時候 喔 那最近就是不會發生什麼災難 沒事情 沒事情 所以 我根本不需要看什麼算命師 那些看手相看臉相 我不是說不準 但我會看卡項 我只要 打開爐石 開一包卡包 恩 一籃四白 看樣子今天會中樂透 恩 開到傳說金卡 恩 還是不要出門好了 所以這些算卡項的方法 我已經交給你 各位觀眾可以回家試試看 講著講著 我們的 血肉塑形者又出來了 給他一個圖片 變成一個 薩滿單卡最強的卡 哇 像這個 法師也是頂不住啊 而且他感覺就是 無雙累的 5分要解掉我們場面是比較困難的 而且我們又開上限 那這場打戰士的起手 有沙漠也突然進化 我也是直接留下來 這樣我可以 直接4費直接 3 1 進化 或者是 301 進化 但我怕他是快攻啊 前期頂不住的話就是不行了 我們2費進了一個 可波數可以打 那還不錯 哇他丟一個狂戰士的話我不是 很舒服啊 我這樣可能要靠個賽拿個狗頭魂幫仲 先解掉一層的重生 拿到一個女巫幫仲的話 還是這回合要丟啊 不然就失去我們丟這個幫仲的意義了 這回合丟這個 21 還會 給自己一顆 超窄 那我熊熊給他忘記 我們3費本來可以做 沙漠野兔加進化的 這樣有點尷尬 這樣有點尷尬 但我猜測 我大膽猜測 這是我下意識的動作 他的手就表示 啊你這樣子 沙漠野兔加進化太廢了啊 要配個 血肉塑形者 血肉塑形者 啊 隨便給你丟一張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我明白了 那我一定要完成這個combo 我們等一下就看 我們 血肉塑形者會不會進來 會進來的話 我們這一波又是開上線 血肉塑形者會不會進化 哇那很像 進了一個進化 那沒辦法等了 我已經不能再容忍他這樣子騙我的感情 直接進化 沒有衝刺的手下或衝鋒的話 是 蠻不講道理的啊 我們是打快攻 但有個水元素 還可以啊 他自己 應該要來解掉我的水元素才能 因為水元素很麻煩的 應該是這3隻裡面最麻煩的 4倍怪物 他場壓也是給的很兇啊 我希望等一下可以靠個TC30來反場一下 但他1費手下也還是偏多 那種1122啊 我看我能不能進個風暴元素 直接個屌結場 抽不到的話也沒辦法 那我們只能靠幫眾來 做個減少打點的動作 狗頭人幫眾也可以 或者是可可露者也可以 但這蜜蜂也是選擇跳背這一丟 能結場又能戰場 打快攻 我們就是需要這些牌 那留幾隻 小一點的怪的話 我就看他怎麼 發揮到極限把我們斬殺掉 這裡他只丟了一個進化 然後做個結場 我壓力也並不大 我還可以TC30再偷一隻 雖然只能偷一隻啦 我是蠻想偷兩隻 偷到寶 但把最大的偷過來 那代表我們任務也完成了 已經OK了 先維斯納撞一下 再進化 哇 這才是我們要的 是非生物啊 有孝爾又有蘋果樹 你這蘋果樹 是嘲諷卡 死掉又可以回血 打快攻專屬 那怎麼突變又變成一個 藍色小精靈 這藍色小精靈怎麼就感覺 讓我們弱掉啦 但對面打了西亞梅特 我們直接獲得一個 一一的西亞梅特 對不起對不起 我先跟這個 藍色小精靈道歉 他非常厲害 讓我們獲得這 一一的西亞梅特 這 意味著什麼 我們節配拖 抽到西亞梅特 他會變成一一嘛 那我們還少打一個費用 然後你少打一次節配拖 我們就可以獲得這個 西亞梅特一一 非常厲害 我鄭重的跟這個 藍色小精靈道歉 而且我們淤泥吸食者 拿到一個女巫幫仲 這代表我們等一下可以進化 西亞梅特 哇他還給我們這隻 葛羅馬許 哇 我好想要直接給他的加血 然後扣自己一血 打出10點爆發 可是 我們沒辦法 我們就是沒辦法有那一滴傷害 那只能 把對面的葛羅馬許給解掉 那我們可以進化 我們自己的葛羅馬許 他會變成 10倍生物 太酷了太酷了 直接從 1-1變成10-10 太厲害了這副套牌 用心出攻略 沒人去訂閱 養養狠不願 趕快去訂閱 çek 1-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